大家好 我是科幣托Crypto 昨天凌晨 比特幣向下插了一根蠻長的針 我們也跌破了很重要的趨勢線 但是目前下跌 並沒有放出量能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會開啟一波 4小時級別的波段回調嗎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我們先看到我在6天前所發布的文章 6天前這個我也有發布在Telegram 有發布在微博 我又發布在YouTube的社區 這是6天前 那個時候比特幣的價格大概在54155美金左右 我發布的時候我是說 我們下一個日線級別的阻力落在57000左右 因為你可以觀察藍色的線 我表示的就是水平的支撐阻力互換位 因為水平的支撐阻力是由資金堆砌而成的 所以當價格再次靠近的時候 它依然有效 而且我們青色的線 也大概就落在57000左右的點位 是費波納契0.786 所以這兩個點位居然是重合的 而且我們可以觀察右邊 VPVR 它剛好也是籌碼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 我們今天在57000 頂部在57000 受阻回落 其實就相當合理 當然 你可能會說 差了一根針 如果我們在日線級別來看的話 它就只是差了一根針而已 甚至最高點都差了 只有 一點多percent的差距而已 然後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昨天的影片 昨天是 10月12號 我在右上角 是有明確的畫出一個上升三角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升三角形 它之後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做右側交易 雖然說 圖形千變萬化 趨勢線千變萬化 但是我們以 一種方法 應對所有的方法 就是突破做多失手做空 雖然說比特幣現在走得很強 是我沒有做空 但是 我依然保住了我的多頭倉位的利潤 我們看一下比特幣的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觀察右上角的三角形 你看一下如果我們觀察一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它完美 完美就是從 我們的三角形跌破的時候 就開啟了一輪暴跌 也不能算暴跌啦 小小的修正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迎接一個 4小時級別的波段回調呢 好 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從 4小時級別 的K線上面來說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畫出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Fibonacci retracement 來我們從最低點拉到最高點 你可以發現喔 這幾個點位呢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 很有可能會回到0.382跟0.618 這兩個黃金口袋 如果真的產生回調的話 這是我所看到的點位 為什麼呢 因為啊 第一個它是 菲波納西的點位 第二個 它剛好就是我們 支撐主力的 換手區間 第一個區間呢 大概在這個點位喔 大概就在 55500 一直到 51 左右的點位 這個支撐主力換手位呢 剛好也是 0.382的 回撤的位置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 0.618 0.618有什麼神奇的 來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多麼 精準 它在這裡 支撐嘛 是吧 這裡 支撐嘛 主力嘛 是吧 支撐 支撐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詳細的點位的話 我可以 發一個價格標籤 第一個點位呢 0.382大概在 50500到 51 左右 那第二個點位呢 大概在 46800 一線 所以各位可以非常關注 0.382還有 0.618 那要 怎麼樣才可以判定 我們 是產生了 4小時級別的波段回調呢 其實 各位可以觀察 這條線 如果我這麼畫出來 在這裡 其實呢 大概就在 53600美金左右 如果我們有實現 一根實體的K線 是收在 53600美金下方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確認 確實是一段波段的回調要開啟了 如果我們可以跌破 53600左右 那我們很有可能就可以 回到 50500 那這個時候呢 很有可能 也是我們現貨可以稍微加上的位置 其實我已經掛單了 但是我拿的是長線喔 因為 我是至少要拿到這輪牛市的 如果你做的時間級別 跟我不一樣的話 這個點位可能就 對你不是這麼的有效 或者是 你想要講的 精細一點 如果我們還 還能跌破 今天 凌晨 東八區凌晨 所插針的位置 基本上就可以確認 它真的是一段波段的下跌開始 而且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構築了一個 很 小的上升三角形 這個上升三角形 其實 對我來說 它現在也已經是跌破 而且回踩確認要繼續向下跌了喔 然後我在 之前啊 一直強調 我們在4小時 級別 其實已經出現了頂背離 你看MACD 有很明顯的背離結構嘛 你看在這裡 我們價格雖然說 創造出了更高的高點 但是我們MACD呢 卻創造出了一個 更低的高點 其實 我今天呢 有發表了一個 即時的動態 我說 哪怕 你只有一個比特幣 就只有一個比特幣而已喔 你也是那些holder 那些比特幣持有者的前面 1.73% 這其實 也不錯了嘛 我們現在持有比特幣的人 其實在 世界上 還 只算是一個 小 小眾的東西 但是呢 這個小眾的東西 他們卻要瓜分 2100萬枚喔 你去想想看 2100萬枚 世界上 有這麼多人 每個人可以分得多少 如果你只要有 一個比特幣的話 你就是 前面的 1.73%喔 你想想看 我們人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做到 是 前1.73% 很少吧 那今天呢 其實最重磅的消息呢 應該就是 帝安 他發表說 C to C 今年年底 就會取消 人民幣的 交易隊 如果發現是中國用戶的話 就會只允許提現喔 那我們 我們不妨就來看一下 帝安 他的公告好了 如果你上帝安的話 你也會跟我看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喔 帝安他下架了 C to C 中國大陸的 交易隊 還有用戶的清查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這個文章 他會在今年年底 去 下架交易隊 而且呢 如果你只要發現 中國的用戶 就會只切換到 允許提現的模式 你就不能再做交易了 那如果你現在要 改變交易所的話 我非常推薦 BitGat交易所 你現在如果入金就可以享有100u的體驗金 KYC實名認證的話 再有 5u BitGat它其實 混合 保證金的制度是做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手續費呢 是略低於 Bybit 而且它的 止盈止損的功能也是設置的非常好 那Bybit是我用過非常好的交易所 交易體驗很順滑 交易的介面 也非常清爽 那OKEX呢 你現在點擊鏈接 你可以擁有全網最高的 限貨合約20% 永久 手續費返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小的消息 有些朋友他會問我說 這個是在哪裡看呢 你可以上這個網站bybt 它是在比較 每個東西的市值 它有 哪些 高低的順序 為什麼需要做這種比較呢 因為其實 比特幣它上漲 它是有一個限度的 就怎麼講 就有點像 蘋果的股票 它現在 可能是141美金 它不 它不太可能去漲到 14000美金 因為它會有一個 market cap 它就會把它限制住 那我們如果想要了解到 比特幣它可以有 多麼大的增幅的話 我們不妨參照一下 它現在介於臉書跟白銀之間 如果呢 它跟第一名的黃金是一樣大的話 比特幣大概可以來到 50多萬美金的一個價值 供各位參考 那現在呢 我們就回到 以太坊 以太坊其實 比比特幣還單純 它依然是在上升通道當中的 如果我們跌破這個上升通道的話 我們很有可能會 迎來一波更進一步的下跌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在這裡 它是不是正在構築一個 頭肩底呢 如果這個頭肩底 它向上突破了 它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好的目標價格 我們就等待它突破頸線的那一刻 那如果切換到4小時級別 你可以發現為什麼 今天感覺 以太坊 好像跌的沒有比特幣多 那是因為 以太坊它已經靠近趨勢線了 這個趨勢線 它會形成非常強勁的支撐 如果大家 對即時的 比特幣 加密貨幣 數據 消息面的分析解讀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 追蹤我的Instagram帳號 有最即時的消息 加密貨幣行情巨石消息 如果你不想錯過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 最賺錢的 比特幣 中文頻道 中文頻道